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所有加拿大哈佛之称的顶尖名校迈吉尔大学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 曾在亚太金融研究期刊《金融研究》《金融学》期刊等发表过多篇论文 先跟大家讲个小故事 在国庆节前我家人碰到了一个香港的保险经济 跑过来跟他说快点换美元 人民币马上就要加入SDR了 国庆节以后人民币要大跌 要跌到8赶紧换美元 然后我家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就问我这SDR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人民币一加入这个SDR以后就要跌到8呢 这个里边还就说大家现在是热衷于炒词汇 最近随着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和加入SDR的这个话题以后 SDR就变成一个很热的名词 人民币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 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参与其中 不少留学生旅游爱好者投资者等也关注着人民币入栏仪式 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解码财商编导电话联系了两位在美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看看人民币入栏后他们的学习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人民币入栏的话目前来说对我的生活暂时还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其实在我来之前就已经把学费和平时生活用的美元都已经换好了 但是人民币入栏以后这个汇率也是有不小的波动 于是生活上的这个消费压力就会觉得更大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就会跟家里人商量 先把下个学期甚至下个学年的学费的美金都先换好 因为并不知道之后的汇率还会出现怎么样的上下波动 而且虽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不能算是一个很城市的地方 消费水平在全美来说也不能算很高 但跟国内相比生活成分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在这种我们这种留学生相当于是父母赚人民币 我们花美金这种情况下 这个汇率对我们生活上消费的压力就会比较显著 你一下子就会觉得说你吃东西很贵 买东西很贵 喝东西很贵 你学费也很贵 什么都很贵 我即将要从高级公寓摆取去了 因为就是所有东西都变得不像你以前那么便宜了 特别你在大城市生活什么都在涨啊 你学费就要几万美金 还有住宿费什么的 七八万美金吧 对于我们真正生活起来 人民币再这样涨下去真的太疯狂了 人民币入栏后想买就买随取随花的想法 现在看来还不现实 而且入栏后人民币的下跌态势 也给在境外生活的国人带来了压力 对于留学生而言 由于学费和生活费均由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来支付 所以对其短期生活压力也有所加大 这些现象不禁使我们发出了和陈同学一样的疑问 所谓的人民币入栏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入栏 这又能给中小投资者带来什么切实的帮助吗 今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博士生导师唐雅 将为大家解码关于人民币入栏的那些 你必须要知道的事 但是我估计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搞清楚 SDR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SDR的英文叫做Special Drawing Rights 也就是说叫特别提款权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这其实是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叫IMF 它的特别提款权 也就是它是属于国际储备资本的一个部分 国际储备资本和国际储备货币 大家要注意中间两个词的差别 什么叫资本呢 资本就是你其实不是货币 但是这个SDR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它的特别提款权 就是当一个国家碰到一个什么经济危机 或者有外汇危机的时候 你可以动用这个在IMF的特别提款权 可以兑换那些美元 英镑 日元 欧元这些货币 但是大家要看一看 这个SDR的形成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就要沿着历史的线索 要回溯到很早很早以前 要回溯到多早以前呢 在1945年 1945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战后 战后的时候就有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讨论了货币是整个的战后经济 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就意味着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 全世界的统一的这么一个国际统一的货币体系 这个时候就有两个 当时大家都知道为主导的是 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还有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当时英国代表团的团长是谁呢 是大名鼎鼎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大家都知道凯恩斯爵士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1936年他发行的这个通论 是等于重塑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历史 然后宏观经济学就从这里开始 那个美国团的团长是谁呢 叫怀特 怀特呢当时是一个哈佛的教授 也是美国的财政大臣 从个人名气啊学术素养上来看 怀特跟凯恩斯就是没法比 但是呢这个两个计划 一个叫怀特计划 一个叫凯恩斯计划 怀特计划是什么意思呢 怀特计划就是说 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某的 这么一个国际货币的体系 当时呢他就提出来 美金可以直接和黄金挂钩 每一盎司黄金呢 可以兑换35美金 然后其他的国家的货币呢 又可以盯住美元 就以美元来计价 你看这样一看下来 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就名正言顺的 使美元成为了一个国际 最最主要的货币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 凯恩斯 凯恩斯提出的是一个叫什么呢 他提出叫银行券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最后计划就是说 选几个主要国家的货币 组成一个货币篮子 用一定的这么一个权重 组成一个货币篮子 然后把这个货币篮子和黄金挂钩 然后其他国家的货币 可以盯住这个篮子 听上去你们大家不觉得吗 就说在1945年的时候 凯恩斯提出的这个银行券的计划 其实跟现在的SDR是非常像 就后面的经济学史学家 大家也都承认 我们在后来提出来的 这么一个SDR的计划 其实整个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 其实都是沿着凯恩斯套路来的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 很科学很理想也很公平 对大家都很公平的这么一个计划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通过 所以在布雷顿森林的这个体系里面 最后被确立为世界货币地位的是谁呢 我们战后大家都知道是美元 对不对 也就是说小小的怀特打败了 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怀特计划 在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里面 占据了主要地位 而凯恩斯爵士 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 提出的很有逻辑的 非常富有成效的这么一个凯恩斯计划 结果没有能够得到通过 其实就是与当时的 整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 而形成的这么一个局面 想让货币获得话语权 靠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 1945年 欧洲战火刚刚平息 此时美国的GDP总量 是英 法 德 三国经济总量 相加的两倍 因此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 主导权花落美元 而如今 人民币成为了世界货币之一 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可 在这一过程中 甚至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也做出了美国式的让步 比如美国方面提出 希望中国的出口总量也就是最重要的入栏指标之一 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标准 然而早在2010年时 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量 就已经超过英国 日本满足标准 总之 不管美国是真让步还是抢让步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已是既定事实 国际社会将以更高的标准和眼光 来看待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对白开放 那么对中国而言 入栏对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人民币在栏子里的比重又是如何计算的呢 接下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博士生导师唐牙 将继续解码 好了 现在我们就回到SDR 都知道大概在70年代以后 美元遭受了一个危机 然后到了71年的时候 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尼克松总统 就干脆下令停止了美元兑换黄金的这么一个行动 你就说在那个70年代以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垮掉了 然后美元和黄金就正式开始脱钩 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后 美元的强势地位已经完完全全的形成 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 作为一个替代呢 IMF提出了这么一个SDR 就叫一篮子货币的这么一个设想 然后呢 后来被纳入SDR这个篮子里面的货币 有哪几种呢 曾经有很多啊 但是后来逐渐的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现在慢慢的就稳定下来 就是四种货币 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 他们的比重大概是在 美元大概是在42%左右 应该是41.4% 然后欧元呢是32%左右 英镑大概是11.4%左右 然后日元大概是9点几的左右水平 就组成了这么一个篮子货币 所以所谓人民币加入SDR 就是指人民币可以被纳入到这个篮子里面 那么一个SDR是怎么计价的呢 一个SDR的计价呢 大概就是以这四种主要的货币 然后把它根据他们的权重来计算一个价格 比如说在2015年9月份的时候呢 一个以SDR的计价大概是在1.4美元左右 这一年多美金持续的走强 而其他的那个欧元而英镑都持续的走弱 可能这个数字每天在MF的那个网页上都会有公布 那么人民币加入这个SDR以后呢 以后就变成五种货币组成了一个SDR的男子 我们现在先看一看全球的整个啊 全球的现在大概的外汇储备在多少呢 在11.4万亿左右 那么SDR一共有多少呢 SDR一共大概在2700多亿 也就是SDR在整个全球的储备货币中 只占有2.5%的比重 就是非常小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比重 2000多亿美金可能如果大家没有概念的话 就想想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啊 中国外汇储备在最高额的时候是4万亿 现在大概也有3万多亿 3万1000多亿吧 现在3万1000多亿 也就是整个全球这么一个SDR的这么一个储备资本 也不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十分之一 然后呢这个SDR呢 还要有权在MF里面的 加入MF里面的200多个国家来分 就每个国家可以分到的份额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 基本上不能起到什么很大的作用 当然了 对于一些很小的经济体 就是你在发生汇率危机的时候 发生这种外汇危机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的为了缓解 这种国际收支平衡上的压力 可以把自己拥有的这种SDR 换成美金啊 换成英镑啊 换成其他可兑换的货币 这对于很多小经济体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像韩国啊 这些亚洲国家也曾经得到过MF的资助 但是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来讲 这一点点的份额不足以帮助我们抵抗的汇率的风险 这是外汇的风险 这是不足够的 所以加入SDR对中国来讲更像一个什么 更像象征性意义是远远的大于实质性意义 在2015年以后实际上 为了有一点点象征意义的就是波兰 我们波兰呢 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发行了一笔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么一个债券 这大家也很欢呼雀跃 就是说认为以后大家就可以会有很多国家 就像现在的国家 大家都爱发行美元债券一样 发行美元债券 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你能够用人民币发行债券的 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货币背后的信用是很强大的 然后呢如果大家用人民币做计价单位的话 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的货币体系中 就处于一个很有话语权的地位 如果做的国家都像波兰这样子 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么一个债券的话 那听上去呢会很好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 这么一个小小的一步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但是为什么大家愿意持有美元发行的货币 然后或者持有欧元发行的货币 而没有人愿意持有埃塞俄比亚货币发行的债券呢 其实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货币 或这个债券背后所拥有的国家信用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币加入SDR 象征意义 可能给我们长一点这种民族自信心啊 然后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整个的经济地位经济实力得到认可 人民币实际上大家要看一看 因为大家现在天天都在国外旅游 大家肯定很有很深的感受 咱们在香港啊 在台湾呢 这是算在境内 然后到境外 到泰国啊 到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你会发现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人民币来买东西了 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在海外的认可程度已经很高了 这是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前 为什么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前 大家就愿意使用人民币货币呢 因为人民币后面代表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 代表的中国这个政府 或者中国这个国家的国家信用 大家对你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已经有信心了 所以你一旦有信心加不加入SDR 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觉得会是随着这个经济水平 经济实力的增强 人民币的国际化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加入SDR等于给了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但是能不能真正成为国际化的货币 其实跟你这个国内的经济增长情况 经济实力出口的状况 外汇储备的情况 汇率的稳定状态 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程度 都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境贸易 早已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新浪财经的数据显示 云南省与缅甸 老挝 越南等国的边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占比保持在90%以上 而在入栏后 人们会更有信心持有人民币资产 随着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 使用阻力会减少 兑换外币条件可能会变得宽松 德国外长也在一次讲话中 讲到人民币若兰对国际贸易 除了结算方式的优化之外 人民币入栏对于有境外投资需求者 也是一大利好 如果用人民币在境外投人资 能更好的管控和避免汇率风险 降低交易成本和财务成本 也有国内的专业投资者表示 人民币入栏后 希望我们投资美国欧洲的股票债券 也能像国内投资一样方便 那么在这些利好的背后 人民币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博士生导师 唐雅将继续解码 你本来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对不对 可是从2015年到今天 这一段时间国际市场上 反而对人民币产生了一些质疑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在这一年中间 中国的金融市场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汇率一直处于 大家现在有一个比较强的贬值预期 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呢 一直处在这么一个下滑的通道中间 然后大家都酝酿着 然后债券市场上呢 很多债券违约的案例啊 就是说现在引而不发 所以就债券市场上呢 违约的事件开始爆发 然后呢 还有就是原来的互联网 从2014年开始也蛮生长的 这么一个互联网金融呢 纷纷倒下 像P2P平台死了一大批 整个的金融体系的 这么风险开始显露 在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以后呢 然后银行的坏账率和存益率呢 又不断的上升 所以大家对于中国的 以后未来的经济增长 现在在打着一个问号 打着一个问号以后呢 就开始产生了 对这个人民币的 币值的稳定 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所以前一阵子啊 就是在国庆节前 我们看到人民币 对美金的汇率是多少 是6.67左右 然后过完节 本来兴高采烈的人们一看 怎么一下子跳 跳空低开 一下子就掉了6.72 这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外界的原因 有一些表面上的原因是 因为在国庆节期间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一种黑天鹅事件 比如说英镑的大跌 然后呢 就是可能大家还认为是 英国脱欧的影响啊 还有呢 在这个期间呢 日本呢 也是属于比较动荡 然后大家就觉得 他们的QE的政策还不会停 就是日元和英镑 欧元呢 都状态不太好 相反的这样子呢 就使得美元呢 相对比较强势了 所以呢 我们如果去把它看的话 人民币如果盯住篮子 货币计价的话 人民币贬值是没有怎么贬的 但是呢 一针对美元 是因为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 这么一个强势地位 就使得人民币和美元中间的 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 这个贬值压力陡增 然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可能还会有这种担忧 尤其是在11月份 美联储又要开会了 现在大家的预期是 即使11月份不加的话 12月可能今年要加息 美元如果加息 在现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美元如果加息的话 就可能会吸引更多的 emergent market的资本流入 给我们这些emergent market 造成更大的压力 所以归根结底呢 就是说表象上看上去是 美元的强势地位 黑天鹅事件 但是归根结底呢 还是由于 现在你国内的经济增速 不够理想 然后呢 金融市场的风险呢 好像不确定性很大 大家对未来增长的 这个信心不足 不确定性增大 就产生了一种贬值的预期 这种贬值预期底下呢 就导致人民币 就是说人民币的汇率会 好像有一些 跟美金相比 会有一些贬值压力 你相对于美金的购买力下降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货币的购买力 并没有下降 好了回到SDR就 还是我刚才那句话 就是货币 币值的稳定也好 你古人民币 一个货币的国际化路程也好 背后最终的决定力量是什么 是你这个国家的信用 而国家信用最终又取决什么 还是经济发展的增速 然后经济发展的质量 以及你整个金融体系的完善 和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要足够的低 风险要足够的低 所以呢 与其大家在这里欢呼 人民币加入SDR了 然后就卖在国际化的道路上 卖进了坚实的一步 与其来欢呼这种成就 当然这种成就也是值得欢呼 值得肯定的 但是呢 还是要把眼光要放下来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还是比较虚的 还是要做下来 老老实实的看 未来的经济增速在什么地方 然后经济增长潜力要怎么挖掘 像原来那种粗放式的 粗放式的发展肯定不行了呀 那怎么来挖掘 我们现在具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然后产品啊 消费的升级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然后在一个金融市场上 是不是要把监管要更加加强 要把整个金融市场的透明度要加强 像注册制啊 是不是要在解决了这种中介的 信用问题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 使金融市场更加健康 更加健全的发展 然后使得整个金融体系 能够非常透明 非常健康 我想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出路 感谢收看解码财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